迎接暑假旺季各大乐园不约儿童推出VR虚拟游戏 类屏来客树 高雄的一大世界赤资上亿园 打造占地面积进千屏的虚拟游乐园 还号称是全亚中最大的体验馆 暑假到了 乐园业者抢工亲子商机 赤资上亿推出进千屏的虚拟实境游乐园 号称是全亚洲乐园中最大 究竟有多好玩 现在就带你一起来看看 墙面上残破不堪的宣传单 地上堆置油桶等废弃物 打造废墟地铁的真实景象 另一头走进木栈道 摆放木箱木桶 充斥古庙杂草丛生的临场感 场景栩栩如生 要让玩家在进入VR虚拟游戏前 仿佛就已经置身不同时空的错觉 才进到体验馆就听到阵阵尖叫声 因为一戴上VR眼镜 配上石柱道具 玩家如现身古墓中探险 拿起宝藏颠脚走在 无底深渊的石桥上 石头只要一松动 地面也会跟着震动 非常真实 会看到就是你底下是 就是一个非常深的深洞 对 非常的有一个恐惧感在 就是你会感觉到说 你的脚底下就是一个无底深洞 你会感觉有一阵风吹起来 然后非常的可怕 你刚才有尖叫吗 有 冒险旅程深历其境 让玩家大呼过瘾 不过如果心脏够强的 可别错过另一个失控地铁 要挑战你的大胆指数 我现在呢就要着装体验这款号称 720度无死角的VR游戏 那现在呢我要必须先配上这个VR笔电 背上笔电之后呢还有这款VR眼镜 那另外最特别的是 这款游戏的感测器是粘在模型枪上 让玩家体验最刺激的快感 那现在已经着装完毕 就跟着我一起进去体验看看 我现在进到一片备制的地铁 然后现在有非常多的僵尸 拿起模型枪扫射 多人连线 模拟程式遭受生化武器攻击 体验大批丧尸侵袭的刺激感 业者利用22颗红外线摄影机 捕捉玩家位置 让玩家能不受束缚 前后左右上下720度自由走动 我觉得很B站 很像僵尸就在你前面一样 可爱角色结合斗趣射击 游戏中花样摆出的另类子弹攻击 一起拯救博士 如果想体验VR真实感 但又不想太绷紧神经 这款是和全家大小 一起抵抗Q版小外星人大军来袭 相较之下显得轻松有趣许多 乐园从过去的机械式 到现在所谓的数位互动式的游戏玩法 那我们预期是希望能够成长 10%到15的游客量 无论是连线惊悚打僵尸的失控地铁 或是寻宝探险旅程夺宝奇谋 还是适合亲子同乐方程式 都力拼增加来客数 而除了一大世界的720度环景VR 六福村也推飞天魔坦体感互动 还有剑湖山世界祭出搭乘VR恐龙飞车 到侏罗级公园冒险 力宝乐园也有拟增度90%的射击游戏 乐园业者抢食VR这块大饼 也让VR虚拟游戏在今年暑假成为各大乐园的新亮点 记者齐瑞珍欧俊杰高雄采访报道